我们家里小孩子第一次拿几笔句话话写字的时候 我们都要教会孩子正确的握笔方法 这样对孩子一生的书写都很重要 正确的握笔方法是 用食指和大拇指指度前端握住靠近笔垫处 用中指低指节中间 笔在笔杆的下面 笔杆 躺在 持指低指节处 这样手心是空的 小拇指无名指 枕在中面上 从上上看 持指只有中间一个直接直弯曲的 从笔尖方向看 三个手指 从三个方向包围住笔杆 这样手距离笔尖最近的是手指 我们利用手指来控制笔尖在纸面上书写画画 有一个口语我们可以记住 叫做一指句 两指缘 三指齐 一指句是指 手指到笔尖大约一个指 手指关节的距离 这样不对是大小孩 就是年龄不同 手大小不同 手指握笔尖的距离也不同 两指缘是指 持指和大拇指 虎口围成一个近似圆形 三指齐 是指当我们笔尖在纸上书写的时候 从上面看 三个手指在一条直线上 有人可能会说 管他用什么握笔方法 只要书写正确好看不就行了吗 其实如果使用不正确的握笔方法 会极大的阻碍我们灵活运用笔的技巧 难以写出更漂亮的字 错过握笔的方法很多 我们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第一种 从表面上看不出来 其实是握笔用力过大 这样 由于手指手腕僵硬 限制了我们灵活运用笔的技巧的发挥 写出来的字 十把僵硬 第二种 食指过于靠近笔尖 第三种 食指包裹住大拇指 第四种 大拇指包裹住食指和臂上 还有像这样 大拇指扭曲 全是握笔 不管是用哪种错误的用笔方法 我们都会发现 这些错误的用笔方法 都会限制住我们手指的灵活 而更多的会依靠手腕去书写 而手腕距离手指过远 可能精确的控制笔尖的运动 这样就难以书写出更漂亮的字来 还有一种错误过敏方法 是刚学习解释的小朋友 由于手指量小 控制笔能力差 所以就把手指过于靠近笔尖 这样控制笔的能力是增强了 但是写出来的字 会被我们的手指挡住 看不到 于是他就把指挖过来 侧着身 斜着脸去书写 这样双眼不均好的使用 击住完区 长期的书写会影响身体健康 而老师纠正 让指摆正 摆正之后 他又只能把手腕勾过来 使手腕处于一个不正常的位置 写字变成一个非常难受的事情 养成正确的握笔方法 对于我们提高收写能力 让字写的更漂亮非常重要 让字写的更漂亮